总统李前总统身体怎么样呢 挥了挥手真的要说再见 总统蔡英文7月29号上午和副总统赖清德 隔魁苏贞昌到台北荣总探视 住院近半年的前总统李登辉 一天后阿辉伯与世长辞 蔡英文脸书发文表示 已经和李登辉家属通过电话 以国家元首身份代表全国人民 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意 并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最高规格协助 蔡总统说李登辉并不忌讳谈论生死 因为意识到死亡的存在 才会思考活着的意义 他总是能够开朗地面对人生必然的结局 副总统赖清德也写下 民主先生感谢您 赖清德说李登辉荣归添加 这是国家巨大损失 他失去亦师亦有的温暖长者 苏贞昌则透露 直到李登辉住院前的一次促膝常谈 仍欣系台湾发展 民主先生和民进党关系之深 特别是蔡英文 最令人动容的 就在2012年这个舞台上 这四人啊 今天是最后的一场 要大家拜托拜托啦 要相信蔡英文 李登辉话讲完 主动给蔡英文深深拥抱 这是蔡英文头一次猜选总统 选签之夜的站台撼动万千人心 这句话象征民主先生交棒 而且是交到蔡英文手中 这是2012年蔡英文大选败北 四年后卷土重来之际 李登辉却因为身体不适 无法前往投票 不过2019年底 李登辉坐着轮椅 坚持要出席募款参会 替小英拉票 李登辉和蔡英文在政坛上情同妇女 阿辉博对小英期望很深 政治资产也传给了小英 今年初蔡英文狂扫817万票 总统连任成功后三天 他立即到李登辉寓败会 亲自报告战果 也替李登辉助寿 2018年中秋前夕 蔡英文和陈菊带了一道神鸡汤 到翠山庄探望李登辉 2019年过年 蔡英文再度登门 祝贺李登辉夫妇新年快乐 不定期探望 看得出蔡英文对李登辉的尊重和关心 蔡英文 中算 蔡英文 中算 李登辉在前方引路 提惜蔡英文从国安幕僚一路登上总统大位 三四十年的妇女情 成了两人之间最紧密的连结 记者林永明 邵玉敏台北报道